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领袖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条非常有趣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韩国总统尹锡悦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首尔举行了会谈 双方强调了在国际社会中紧密合作的重要性 并希望继续深化两国的交流与合作 接下来,美国总统参选人川普在自由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遭遇虚声 这与他平时在支持者中的受欢迎程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川普试图争取自由党的支持,但显然并不顺利 最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阿联酋中文教学百校项目的学生代表复兴 勉励他们学好中文,了解中国,为促进中亚友好贡献力量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韩联社报道 韩国总统尹锡悦在首尔龙山总统府迎接到访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两人进行了深入会谈 尹锡悦强调在国际社会中应该紧密合作 以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和全球和平繁荣 他指出,近期两国重启了多个部长级对话 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也非常活跃 这些都为未来深化合作打下了两个好基础 尹锡悦还提到 面对俄乌战争和以哈冲突的持续影响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剧 这使得韩中两国需要更加团结 共同克服当前的多重危机 李强在会谈中表示 中韩两国一直通过相互尊重 平等对话和真诚沟通 不断深化友好和互信 中方希望与韩方一道努力 成为彼此可靠的好邻居和支持彼此成功的伙伴 他回顾了中韩建交三十多年的历史 强调,两国在经贸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 李强还指出 今年是中韩日合作机 自成立25周年 中方支持韩方 主持召开第九次中韩日领导人会议 期望三方能在此次会议上取得积极成果 为促进区域合作和发展做出贡献 东方日报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乘坐包机抵达首尔城南机场 这是中国总理时隔九年再次访韩 李强与韩国总统敏锡悦进行了双边会谈 重申中韩两国应继续通过相互尊重 平等对话和真诚沟通 深化友好和互信 殷熙悦则表示 韩中两国近来在多个领域重启了部长级对话 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也非常啊 活跃 这些都为未来深化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他还指出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剧 但韩中两国过去三十多年来 共同克服了许多难关 为彼此发展做出了贡献 相信在当前全球复合危机下 两国人能够继续加强合作 香港电台报道 李强在首尔与南韩总统尹熙悦会谈时 强调中韩两国应继续保持友好互信 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李强表示 中方愿意与韩方共同努力 成为彼此信赖的友邻和相互成就的伙伴 他指出 两国关系发展迅速 特别是在建交以来的经贸合作中取得了丰硕成果 李强呼吁双方要珍惜并尝其坚持这些宝贵经验 通过互利共赢和务实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 香港电台报导 在龙山总统府举行的双边会谈中 尹熙悦表示 为了发展双边关系和实现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 韩中两国应紧密合作 近来两国在诸多领域充起了部长级对话 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也非常活跃 尹熙悦希望两国能够继续深化交流与合作 相互尊重 追求共同利益 他还提到 南韩与中国在国际 社会上面临共同的挑战和课题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因俄乌战争和以哈冲突的持续影响而加剧 香港电台报导 习近平向阿联酋中文教学 百校项目的学生代表复兴 勉励他们学好中文 了解中国 为促进中亚友好贡献力量 习近平回忆起 五年前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 共同启动这个项目 如今看到学中文 在阿联酋成为新风尚 他感到欣慰 习近平表示 青少年代表中亚友好关系的未来 欢迎学生代表来中西 国看熊猫登场城 长大后到中国读大学 他也欢迎更多阿联酋青少年学中文 了解中国 与中国青少年交流 交心 互学互建 把友谊的种子 根植在心里 为开创中亚关系更美好的明天 贡献力量 中央社报道 川普近日 在自由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遭遇了与他平时造势活动 截然不同的待遇 自由党成员 对他在总统任期内的政策 尤其是仓促研发 COVID-19疫苗 和疫情期间的 公共卫生限制措施 表示不满 导致川普在大会上 遭到嘘声和嘲笑 尽管川普试图 争取自由党选民的支持 以期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 击败拜登 但他的努力 并未得到自由党的热情回应 川普提到 他面临的多项重罪指控 并试图将自己塑造成自由主义者 呼吁自由党与他联手对抗拜登 但收效甚微 明报报道 中国 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第十届部长级会议 即将在北京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出席开幕式 并发表主旨讲话 外交部长王毅 将与毛利塔尼亚外长 马尔祖克共同主持会议 阿拉伯国家的外长或代表 及阿蒙秘书长也将出席 这次会议 旨在加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合作 进一步深化双方在政治 经济和文化 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联合早报报道 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的就职演说 引发了两岸争议 大陆央视新闻的官方微博强调 统一是不可挡的原则 引发了一些台湾艺人的回应 包括杨成林 陈彦夕等人在内的艺人 纷纷转发或公开表态支持统一 而周杰伦和霍建华 则因为表态而遭到批评 周杰伦在IG上发布 勿扰模式的图被解读为布尔 愿表态引发娱乐博主的批评 肖金腾则在母亲动刀住院后 表态支持统一 强调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五月天 蔡依林等艺人在演出中 也表达了对中国的认同 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网易日前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在自由党全国大会上表示 将确保加密货币与比特的未来 在美国发展 而不是在海外 他承诺支持美国5000万 加密货币持有者的自托管权利 并坚决反对创建央行数字货币 CBDC 特朗普还批评拜登政府 摧毁加密货币的行动 并表示 将让加密货币的反对者 伊丽莎白沃伦远离比特币 值得注意的是 特朗普最近宣布 接受比特币 以太币 狗狗币 索拉纳币等加密货币 作为竞选捐款 成为首位接受数字货币捐款的 总统竞选人 几年前 特朗普曾谴责比特币 是针对美元的骗局 并称央行 数字货币非常危险 但现在他表示 愿意接受加密货币 这一立场的转变 被视为对民主党的攻击 尤其是民主党参议员 伊丽莎白沃伦 他一直是加密货币的反对者 网友最近关注到 有关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下令利用中华民国立法院在野党的势力 全面搞乱渗透台湾的消息 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据台媒证实 该消息由习近平 没胆量撼动的红二代提供 吕奥法学家袁洪斌 虽然没有明确指出 哪些红二代 直接或间接提供了内部消息 但他曾发布过一个红二代名单 其中包括 刘少奇之子刘元 邓小平之子邓普方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等人 他们连署要求习近平下台 分析认为 刘元无疑是重中之重 习近平多次讲过 红色江山来之不易的话 暴露出他恐惧红色政权不保 并以此打击党内对他搞终身制的非议 其他有实力的红二代 如邓普方和胡德平 也被认为是习近平忌惮的对象 尽管一些红二代已经被拿下 如刘亚洲 但更多的反习爆料可能会不断出现 三西省回太原市 近期就发生跳河青森森事件 据统计 10日至24日 就发生至少12起 官方为此日夜驻守大桥 加装防护栏 甚至丰桥整收 讽刺的是 太原去年才被推选为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太原有15座跨越森河大桥 因则大桥发生跳河案最多 网络影片显示 太原多座大桥上增派首桥员 并在桥上架设高耸的防护栏 针对跳河事件 太原市靖园区应急管理局 和小店区政府工作人员回应称 跳桥行为是个人原因 社交媒体上 网管持续删除相关讨论 但仍阻止不了网友议论纷纷 许多人认为民众 频频跳河 主要是经济因素 太原这几年烂尾楼太多 民众买了预售屋 却拿不到房子 还得继续缴房贷 房价又一直跌 导致压力太大撑不下去 太原现在是一个消费高 工资低的城市 经济不好 找不到像样的好工作 许多人快顶不住生活压力 中央社报道 中国教育部在2020年3月 实施了研究生扩大招生计划 硕士学历的求职现状 反而不如学士学历 2020年秋季考研的学生们 如今面临着更高的薪资期望 和不景气的就业市场 企业不愿支付更高的薪资成本 以一名环保专业的研究生为例 他大学毕业时的起薪为人民币5000元 而现在 他以8000元的期望月薪 投出80多份履历 结果大多时辰大海 少数或面试的薪资也不理想 研究生们发现 大学部毕业生反而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 因为研究生更倾向于进入对口的科研机构 导致就业方向更窄 截至今年5月中旬 这名研究生班上有意愿找工作的同学中 成功被录用者不到一零个 支联招聘的调查显示 2024届非双一流大学院校 硕博毕业生的录用率为33.2% 较去年下降17个百分点 低于这些大学毕业生的43.9% 支联招聘执行副总裁李强表示 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过去硕博求职进展一直优于大学部 国企下属中型水务公司的总经理指出 由于地方政府财务紧张 公司对研究生的需求减少 招聘更多是为了完成就业指标 科瑞国际校园招聘业务总监安庆也提到 研究生数量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市场需求 很多职务大学毕业生的能力就足够了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炳奇认为 从中国经济发展现状来看 目前硕博士的人才供给 尤其是学术性硕博士 已经超过了色会需求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